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疫情可能已经重新回来 让我们来看这个全球疫情的热点 在热点里头呢 澳洲是黑色的 台湾也是黑紫色的 另外多出了在上个礼拜没有黑紫色的地方都在欧洲 欧洲主要现在流行的已经是非常严重的 Omicron BA4 and 5 它的传播率是原来我们所熟悉的 Virus 病毒的 20 倍以上 跟现在台湾很多人染疫的Omicron 2 最大的不同 Omicron 2是攻击你的上呼吸道 Omicron BA4 and BA5 它攻击的是下呼吸道 有些例子它会直接攻击到肺部 另外呢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好通风 即使你戴紧了口罩 仍然会交叉相互感染 所以它几乎是防不可防 现在美国FDA已经决定快速的批准 BNT 批准 Moderna免于人体实验所需要的五个月 叫他们赶快修改疫苗 十月的时候很可能新的次世代的疫苗会上市 可是美国纽约时报就提出来得及吗 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图 这个热点已经是如此了 那么整个全球新冠疫情的扩大 BA4跟BA5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已经从全球的状况来看 最近已经两周里头就增加了30% 根据美国John Hopkins大学的统计显示出来 7月6号在美国国庆之后 新增的感染人数比两周之前增加12% 美国还好 但是已经从10万人爬上了差不多11万人 最可怕的是法国 德国增加了32% 主要的就是BA4跟BA5 而在现在欧洲跟美国主要的病毒株都是BA5跟BA4 那么整个疫苗接种的效果会比现在我们面临的Omicron来得更低 逃脱率更大 美国的整个BA4跟BA5 在美国现在感染的病毒株里头已经占了七成 所以如果从美国回来的确诊阳性的人 大概很大的几率都是BA4或是BA5 在疫情增减的主要地区国家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大幅增加的国家问来增加了55% 纽西兰增加了89% 法国在这个表里头是增加128% 所以这跟统计的日期是有关系的 新加坡也增加了96% 主要的也都是BA4跟BA5 这里头值得注意是台湾 台湾的部分虽然减少了36% 那么特地台湾之前整个新增的确诊人数还是相当的高 而病例人数现在是33,689 意大利是87,130 前阵的台湾是全世界确诊人数最高的 也就是差不多八九万左右 意大利爬得这么高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BA4跟BA5 而法国一下子就爬到了12万3千多人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不戴口罩 而是这次的Omicron BA4 BA5 它的传染速度的快速程度 一个礼拜就翻转了全世界疫情的所有状况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